美魔女胡文英拥有动灵外貌 近来也频繁登上节目 收获不少观众的喜爱 你想到日前她在社群发文 字谱曾被前夫家暴长达20多年 让许多网友感到很震惊 胡文英在文中坦言和前夫生下第一个孩子后 对方只要一喝酒就会吵架 进而对她动手 从呼巴降到拳打脚踢都是常有的事 她身上经常带着伤痕 因此为了不被外人发现 就连夏天都穿着长袖长裤 有时候上节目录影 被化妆时发现身上的伤痕时 还得谎称是自己不小心撞到的 有一次她被打得全身是伤 脸肿得像猪头 感觉快被打死了 才连忙去警局报警 因为念及孩子所以没有验伤 没想到前夫越来越肆无忌惮 胡文英借此呼吁 所有家暴受害者千万不能容忍 因为有了第一次 就会有无数次啊